跟大家做說明 回顧一下 Costco 10年來Linux 作品系統的中文資訊化的眼鏡狀況 這裡應該有非常多血淚史在裡面 我們歡迎Jasef 感謝各位 所以我們這個議程就是勞梗 然後感謝大家對勞梗這個題目還有興趣 其實前兩場是蠻精彩的 然後我覺得我參加了整整十次Costco 今天R1的第一場 這讓我非常有很大的感觸 我們今天來探討一個議題 就是說我們想要看Linux的作品系統 然後還有繁體中文的發展回顧 養成一個壞習慣就會丟東西 因為我在學校教書 有時候不小心講到學校的特色 麥克風就沒聲音了 所以有時候助教就要接麥克風 不過今天忘記拍助教 所以就是說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這整個過程中其實會遇到很多問題 不只是前面就是說 像PC-MAN 還有像Bobby 提到排版 我就試著把他們的意見整合起來 有一句俗話說 男人有錢會變壞 Linux的實驗者有錢會投入Mac的懷抱 好咧 大家知道為什麼Linux的作品系統會遇到問題了吧 請問在座各位多少人關心Linux的 Desktop中文化的議題 那我不能怪各位 我看到Mac散散發光 然後還有人拿著iPad iPad在照我的 對不對 那請問2015年Cost Club活動 有多少人還使用Linux的Desktop 那我跟大家講 如果可能有沒有從第一屆開始參加到 最後一屆的朋友 不不不不 對不起 不小心被大家發現了 所以我明年就不參加了 好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連續十年都參加了 那好像很少有這種人 然後聽說連走招都沒有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第一次在台大辦的時候 其實還不錯 就是說 其實很倉促 但是其實各界朋友很支持 然後反正就是說 那時候有很多很有趣的議程 給大家欣賞一下 就是 怎麼會有這個 我記錯了 然後就是說 那時候我們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說 當時的中文書法問題很多 中文字型書法問題 反正你想得到 所有東西都有問題 但是每個議程呢 基本上 多少 多少都會有去認你一些開發題目 那但是後來 這些題目有時候變成假命題 比方你打個Mac對不對 用的東西爽爽的 看著黑體制 你怎麼會關心Linus的中文字熊問題呢 對吧 好 所以那 幫你摔講得太棒了 所以重複 重複附送一次 聊難次不行 自行不行 書路法 不法 書路無法 好 那所以就是 其實你可以看到中文 中文 問題 那這件事呢 在我1997年 1997年 用Linus的時候就是這樣 OK 過了快20年 還是這樣 好 好 那 那 Linus Toros之前 在2012年的時候 接受訪問 就是說 人家就 當然就講說Linus很成功 那不能說Linus Toros有什麼遺憾 他說他有一個遺憾 因為 Linus最早呢 是來做一個什麼 他自己 486電腦的 作業系統 好 那 所以最早他是一個桌面型的 作業系統 也很多特徵是針對桌面型 作業系統去發展 好 但是呢 現在Linus發展非常廣泛 超過10億個裝置 好 就Android的Device 基本上都跑Linus 然後超級電腦有95%以上 這四站都是Linus 好 然後 你會好奇Microsoft的四站 好 那就是 接近 接近那個 接近1%了 很接近 就是0.097 好 那 但是就是說 可以看到一件事很 就是 其實最早他是一個桌面型作業系統 但其實在桌面 其實本來是一個 很 曖昧的狀況 然後 所以呢 我們另外一位partner 那可能 我們等一下會講他發生什麼事 總之我們就是 新聞內只有一個人在講 那 他 我們partner 他就是真正家 他就說呢 其實Linus應該要從每天使用Linus 開始 你有切認知同才知道要怎麼去找資料 怎麼解決問題 好 那Bobby又講了 對不對 祝福啊 你如果說是台灣混 一點都不會過 然後 呃 他就講啊 全世界直跑語文 只剩下繁體中文 蒙古文還有日文 那 我在上課的時候啊 因為 我覺得當老師最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你教 通常 教的學問多少不重要 反正就是看你在教書的人還蠻多的 那於是有 就會有一些熱心人士說 我說黃老師啊 那個 不要講 繁體中文 請你講 重體中文 好 那我就說 這個 這就是呢 這邊我沒辦法接受你的立場 好 那為什麼呢 因為 滿族人 有多少人呢 中國大陸的聲明是說 滿族人有一千萬人 壯族呢 有超過一千萬人 好 那台灣呢 號稱有兩千三百萬人 好 那常年有 一百多萬人是不在台灣的 好 那生病的時候會回來 你懂 好 那 所以就是說你會發現一件事是什麼 滿族人跟壯族人 照中國大陸的定義叫做少數民族 那當然 台灣 自然它是一個少數民族 好 然後 那個 所以 一個少數民族的語言我是覺得說 呃 叫正體蠻怪的啦 就是說 這個很奇怪 那所以 所以我還是講盤體中文 那 這還是說 在巴比德議程他其實 提到這件事嘛 就是說如果 政府單位置我還好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我們用程式碼改造社會吧 就是 這個世界上 已經沒有幾個輸入法 有尊重台灣教育部的規範 就比方說 呃 徹底的徹啊 水智旁啊 然後 呃 那其他很多字型呢 很多輸入法其實它不是招著教育部的規範 那道理很簡單 因為使用者多 就是支持哪一邊 好 那 我上禮拜生病了 然後回家 回家休養一陣子 然後 這種事很常講 好 那所以 所以就是回苗栗 回苗栗就是生病的意思 那 所以就是說我就把那個小時候玩的那個 電腦 的書 電腦丟掉了 書 那1987年的書呢 其實你看到說 當時我在裡面看到有沒有 一頁廣告 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什麼 這是某一家廠牌 他跟你講說 中文不要懷疑 這個 這個 一個文書處理器要七千塊 那 再加一些基本的工具之類的 其實是要怎樣 也是要四千塊 那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過去 就是 這件事在整整二十年前 是一個非常貴的東西 就是 這個數字是二十年前的數字 但我們現在幾乎用一個非常廉價的 價格可以取得 你可以很自然的去取得這個 那是非常多人努力 那不然來自商業公司 或是 來自 有理想性的 或是一些 自由軟體跟開放軟體的協作 這件事讓它變可能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探討三個議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會回顧一下一個很重要的計畫 它叫西友1 然後再來是我們來看一下這社群發展一些 困境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從翻譯自行還有城市開發 然後大家可能好奇明天 好像有一個聽起來很像的議程 就是一個聽說某人要瘋麥 那 我幫我一下同事講一下 那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比較悲觀 那 那明天因為是 明天是Keynote 所以我們要講的比較 沒有 正向 所以我先把悲觀講完 好 好 那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西友1 西友1 西友1 是什麼呢 Chinese Linux Extension Chinese Linux Extension 那最早是小蟲還有一些開發者合作的 那最重目標是希望說 因為當時的Linus是不支援中文的 就是反正有各式各樣奇蹟銀橋 讓它可以輸入中文 讓它可以顯示中文 可以印列中文 所以 輸入 印列 顯示 它是一個奢侈的事情 在 在1997年 19 一直到2001年都是一個很奢侈的事情 大家會覺得很自然 但是當時是很奢侈的 然後如果你是那個時候玩Linus的人 比方說97年玩Linus 你可能用Floppy 對 不要懷疑就是那個軟疊機 軟疊片 安裝 那 slackware要75片 那我說印象深刻啊 我高中沒有網路可以用嘛 就是 就是家裡沒有網路可以用 所以我去買slackware 買75片 然後買了75片之後呢 裝到30多片的時候呢 你知道嗎 就不能裝啦 那 你知道要幹嘛 就寄回去啊 然後再重來啊 所以 裝一個Linus 裝一個也是很正常的嘛 不是因為我蠢的嘛 也不是因為程式蠢 是因為我加軟疊片 軟疊機不爭氣 那你說為什麼不買一個新軟疊片 軟疊機 因為那時候還有一千多塊啊 OK 你知道一千多塊可以買很多東西 當時 好 那所以 其實最終目標就是 Linus那時候很多問題 然後西有一把這東西改好 把中文相關的東西改好之後 工程生退 就像台灣的國民大會一樣 你不會發現他在幹嘛 好 那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當時技術的一些變遷 在1998年的時候呢 就是西有一推到0.3 那這 這個是一個 一個早期的版本 那我是在這 剛好在前一年玩的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在台中一中念書 然後 我很感謝這些人的付出 因為我那時候很想認真念書 這個世紀都從來沒有認真念過書 所以 所以就 就離開學校 好 但是在上個世紀我很認真念書 所以我不太敢玩電腦 那 所以玩電腦的機會就是去書店抄書 抄那個系有印出來的書 然後用抄的 因為 就是我發現抄是最便宜的事情 然後 這是不對的 好 那 所以 接著在0.4 0.5 到0.6 那開始支援 true type font 然後 你會看到有個東西叫 cxvin 反正那個年代什麼鬼都要加c 為什麼 因為什麼鬼都不支援中文 那 你在那個時代就是說 所有的by 所有的中文顯示 它需要兩個by 或是更多的去顯示 然後 但是xvin都是沒有這概念的 那輸出也會遇到一樣問題 然後 然後翻譯說tax 到今天為止 Latex的那個 還是需要一些中文的extension 才能夠用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計畫 叫cldp 那明天我們會把這些 比較光明面的跟大家介紹 那總之這個東西呢 其實要做得非常艱辛 然後 在1999年這件事很重要 這年發生什麼事呢 這年有最基本的 i18n i18n是什麼 i跟n之間有18個字元 是什麼字 什麼字呢 internationalization 就是國際化 那同理localization 就是區化呢 l跟n之間有10個字元 所以叫l10n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很荒謬的事情是什麼 幾乎在24世紀末都快要結束了 我們的中文 就是我們的系統 linus上的系統 才有最基本 可以讓你什麼 可以同 可以 切換之後可以日文 韓文 還有那個中文可以切換 這是一個很 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那時候做出來了 然後中文呢 cxvindos 就是前面那一頁 那個hack可以丟掉了 那找其中一些很奇妙的hack 然後你可以發現一件是什麼 大陸那時候有一個gb碼 gb碼就是 gb就是國標的意思 就是gb2312 gb18030 然後那時候的那個 libc也有做改版 然後有做 能夠做多個語言 那如果你對那個c語言 比較熟的 就是說c語言 在2011年有新規格 那其實有一部分就是 跟多個語言有關 那在1999年的時候 6月 就是0.7在1月發表 然後0.8在6月發表 好 那以0.6為基礎 那 所以呢 整個xvindos呢 就可以這樣 就可以用 接上國際化 但是我們要知道 那時候所謂的國際化是什麼 國際化當然 以 以多國語言來講 全世界最先進的區域 基本上在那個時代是日本 但是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那個時代 那個時代第二先進的地區叫什麼 叫做 中華民國 或者叫台灣 我 我當大學教授 我也不知道名字 那個 這個 我們國名叫什麼 這個太難了 所以我還是叫細源 好 那所以就是說 你要知道一件事 全世界第二個 什麼 第二個 第二個 最先進的多國語言的基礎 是在台灣做的 那很多人講的 我不相信 好 那總之呢 就是xvindos就可以銜接到 日本那些創新 那當然 包含韓國跟中國大陸 很多都是來自台灣人的 那些修改 那這個細節明天會講 然後總之你可以看到說 呃 在這過程中會使用到 一個東西叫 xacv 那 這個是那個 這個 這個是一個hack 簡單就是說 呃 在你要打字的時候呢 會彈出一個小視窗 那這個小視窗就是 去 去把你做一些處理畫 然後再把那個字貼上去 那非常 非常艱辛的東西 好 總之到那時候都很多hack 你說 那請問 台灣人到底第一次 能夠在linux打中文什麼時候 有一個很神奇的時間點 他出現在1996年 1996年怎麼打中文呢 因為這些東西都沒有 什麼屁都沒有 但是那時候有一位 叫劉德華先生 他是交大笑容 對就是 就是那個劉德華 字一樣 那就是反正都叫劉德華都很強 對不對 就是 那他怎麼做呢 他用dose模擬器 把以天中文跑起來 OK 把原電中文跑起來之後呢 你就可以輸入中文 不知道以天中文就不要聽了 好 那就是說 以天中文把它跑起來之後呢 他就把那個 原電中文不是可以打出字嗎 他把那個字 就是把它輸入到某個檔案 然後linux再 透過dose模擬器 再把檔案拿出來 這樣子做輸入 所以你要知道 什麼叫如毛隱寫 這就叫如毛隱寫 那你以為這樣子就解決了 沒有 那字可以輸出之後 是不能顯示的 所以交大 當然可能大家有聽過一個叫雲觀 可以Google搜尋一下 那雲觀就是有一些很奇妙的就hack他 好 那一直到2000年的時候呢 那真的是很重要就是說 那時候謝東安先生 那謝東安博士 他的暱稱叫G4 那他做了很多修改 就把這些hack拿掉 那我們要知道就是 到2000年的時候 台灣還是一直是全世界第二 就是 就是數一數二在這個技術上非常領先的一個 一個地區或者國家 over and over 那所以就是說 他有多重象徵意識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這個基礎建設非常重要 今天你可以在Linus上可以看 用Mozia 或Firefox 或是Chrome Browser 可以看多個語言 在過去是一個奢求 而且你要能夠輸入輸出 然後排版 都是一非常困難的事情 但是到今天還是有一些困難 好 所以你看到說710.9 他可以輕易變成日文版跟韓文版 你今天看沒有感覺 因為他就是跟一個什麼 跟你的平常生活有關 然後在2005年的時候 謝通漢博士 他就寫一篇文章 他在 就真的十年前他就寫 他就卸任SCN SCN是 當時影響 全世界不是台灣而已 全世界的 Linus下的 或是BSD下的那個 中文書 非常重要的架構 他不是輸入法而已 他有很多架構 然後他就覺得說 反正 已經有 群起已經有很多專案 GCIN OpenFANIN SuperINF SCN 我們接著後面會講 就是說 你看他這些專案很有趣 好像很多專案 對不對 然後你發現很多作者根本就是 統一漂亮 這是 Linus中文處理一個神奇的地方 所以 就是說 他認為說 他就不需要來當coordinator 所以你看 十年發了一個這個 他工程生退 然後東西夠好了 但是真的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困境在哪 好 2006年的CostCup 第一次的CostCup 我們來看一下2006年的CostCup 有什麼議程 其中有一軌叫做中文輸入工作法 帥的 光聽這件事很酷的 這個工作法從早上9點半 一路呢 到那個 到中午了 沒有很久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說很多議程 比方說 WebKit再加OpenVanilla 還有客語輸入法 俄國人 帶著大家研究客家語輸法 好 對吧 這個 那些哈板的 沒有 沒有說哈法 所以這其實 其實是一個 對 我覺得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然後呢 那個 再來是 那個 就是討論Windows的 新庫營的Windows的 的支援 我們就知道 早在十年前我們就支援Windows了 那 這是一個漫長路 然後不然說 那個葉秉哲博士 就是 他這個探導那對支持 然後還有一些 像B6S啊 一些斷智啊 然後 其實當時 這是 當時最頂尖的東西 但是很不屑的是什麼 過了十年 這件事實沒有改變 也就是說 我們用的技術 基本上都還是當年那些技術 那只是說 我們換了環境 還是什麼的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 輸入法會的支援 各式各樣的環境 花的力氣呢 遠比去把它變得更好 來的怎樣 困難多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更麻煩的地方是說 如果你大學 你跟你的教授說 老師 老師 我聽到這個 CostCup的演講之後 連續三場演講 我說我很大受啟發 我想要在我的大學專題 做什麼 做輸入法 老師就說 做輸入法有什麼意義啊 Google啊 百度不是都有輸入法嗎 換一題啊 來做雲端題目 好 那你就知道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這樣 那我很懷念 這是個人觀點 不是 這是個人觀點 我是覺得我很懷念 第一屆CostCup的氣氛 就是說 人們不會講那個什麼 虛假的大神 我發現來CostCup 都要用這個來打招呼 各位長 然後呢 其實我們經常會打從心裡去欣賞 各別對環境付出的開發者 比方說你會看到那些開發者 可能會來自一個醫師 來自一個 他可能就是一個Sales 或是一個 在醫院裡面 做那個 做那些什麼 藥劑師 之類就是 或是 醫師還不止一個勒 超帥 所以就是說 或是寫文件 其實那時候都很尊重 還有推廣人 那當然我想各位 今天講大神有很多意義啦 但是其實我覺得 有一個可惜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那個距離 其實還蠻 還蠻遠的 然後 那 所以我 好 接著是抱怨時間 聽說可以抱怨嗎 好 那 所以呢 台灣奧林匹亞的代表呢 其實都排在很前面喔 你可以看我們台灣的奧林匹亞 其實超前面的 都可以排到前二三十名 都是沒問題的 可以拿到一堆金牌 可是這樣子呢 台灣依舊還是沒有軟體產業 然後呢 舉辦再多打著 open source 什麼鬼的 反正你們就是 研討會 那台灣還是依舊缺乏 開放有什麼工協者 你覺得我講這句話很偏頗 但是 請問 我們每天用的軟體 每天用的軟體 每天用的軟體 那多少是台灣人在做的 OK 很多甚至不是台灣人在做的 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連每天用的軟體都很少 有開放有什麼工協者 能夠有個攝取去維護它 其實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樣的產業 是很脆弱的 然後 在 2010年 就整個五年前 我在那個 我在那個 Torsak 有一個演講 來講這個中文資訊話 你們就是同樣的題目 然後 你知道為什麼不在CostCup講呢 因為我知道 在CostCup講 是沒有人要聽的 除非你瘋麥才會有人聽一下 好 那 2010年到2015年 這個 Ganodinus的水準 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甚至你可以說 退到2006年 其實水準是一樣的 簡單來說 什麼呢 繁體中文的翻譯呢 文件呢 有如奢求 OK 就是你看到新梗呢 一聽到有新梗 今天IOT 然後明天就TOI 什麼鬼 但是 但是每天用的軟體 基本上怎樣 永遠就是這樣 極少數人在支撐這些特有文化 就不管是 不管是租英 或者尊重教育部的輸入法 或者是 能夠一個 台灣人習慣的顯示 其實這是一個奢求 這是一個 你付多少錢都買不到 當然你買一台Mac就可以 所以 這邊有一個共筆 貼在那個 我們的共筆上也可以 各位也可以看一下 這是一些社群朋友他整理的 好 這是要講的重點在哪裡 有沒有看到右邊什麼 就是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 and the others 對 所以你知道總共加起來多少人 總共加起來才24個人討論 OK 當然算了小弟我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嚴肅的議題 基本上他是一個很少人關注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貢獻者的項目 那一般來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 比方說有翻譯啊 智行還有城市開發 簡單來講是這麼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管你講正體也好啦 繁體也好啦 Anyway 就是在我們台灣 還有一部分香港 通行的語言 為什麼講一部分香港 因為你知道一部分香港 不屬於 自由世界 好 那 所以你看到說在 這邊有幾個 有幾個單位 比如說Linus L4N不是I 是L Localization Chinese Localization Team 那Ubuntu他有Launchpad 然後那個Fidora那邊的話 就是有真正加在support 然後反正 Open Open Sushi 這系列 基本上你會看到 欸好像都有人在 在領導 領導 他不是領導開發 you know 那是所有人的列印表 OK 然後 然後呢你說那個軟體呢 軟體怎樣 比方說Canon 那主要就兩位在開發 那KDE主要就是Frank 然後 LSE 就是這樣 那不然PCMAN主導的 那個LsQt 那基本上有一個 香港朋友在貢獻 也是這樣 那還有很多軟體都沒有 沒有貢獻 就沒有那個翻題中文的support 那Blender啦什麼鬼 反正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一個很熟的事情 我們的真正家朋友 真正家的ID是這個 真正家加07 那你有沒有看到 好熟喔 OpenOffice你有用嗎 那那個什麼 Blender偶爾會用一下 反正這個 就是看到很多軟體怎樣 都是同一批人 那你可以看到說 你可以看到翻到一個共同點是怎樣 極少數人支撐著多數軟體的在地化 那所謂某某單一團隊呢 原則上平均只有一個人 好 所以有些是 呃 各位笑話我會哭欸 對 那因為 我從1997年又到現在是這樣的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其實 有些甚至沒有台灣參與 好 有些在那個 呃 有些很有趣啦 比方說有越南的朋友啦 好 還有一些就是在荷蘭 好 像辛酷印的話 有荷蘭的貢獻者在貢獻 好 那 這是一個很很嚴肅的問題 好 那比方說呢 我舉個例子好 比方說我們來看一下 呃 比方說 好啦 既然事已到此 既然第一個講者我們都可以講那麼辛辣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我們就可以來辛辣一下 好 就是比方說我們以今年的辛酷印來講的話呢 今年的辛酷印發展呢 有很多很多血人投入 好 呃 對 但是你數得出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一件事 就是你會發現某些人啊 名字常常出現 有沒有看到 欸這位對不對 他一定是熱血的開發者 對不對 那反正就是 大概有些人的名字比較 比較常出現 不然我名字都很少出現 好 那 可是大家知道一件事啊 這位 詹博成 詹博成呢是我的學生 他是成大創校80年 80年來第一位全盲聖 全盲聖 去年他在Cost Cup有演講 你看到一個全盲聖的貢獻竟然比 有眼睛的人貢獻還多 OK 大家知道這個意思嗎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肯定 他就是認真 因為為什麼他要發展中文書法 因為盲人很多問題 他深陷的一件事就是 盲人的問題要由盲人來解決 所以很多人眼睛看不到之後去念文族 念商 當然不是他就要寫程式 而且要念物理 念化學 不要懷疑他對他 數學跟物理超強 他現在研究的題目是密碼學 就是很多數學的密碼學 OK 所以 我 我大學的時候公術呢 我有作弊過 所以就是 但是我後來就不作弊了 因為那個公術實在題目太多了 喇叭全是瘋什麼鬼 那個光操那個就操不完了 對不對 然後那個 那個電磁學那個 Maxwell Maxwell 那個有12個方程式 對不對 然後雖然4個 因為操都操不完 哥哥 已經不是道德問題了 我後來 所以我電磁學沒有作弊 不是道德問題 因為我發現操不操不完 可是詹姆神的東西 他可以背下來 OK 所以 這是一個 但是對我們來講 對一般人來講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議題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沒辦法這樣子 讓一個有台灣特色 有台灣人 延續台灣文化的東西 可以堅持下去 好 那 那這個 Frank Frank 是KDE的 繁體中文的主要翻譯者 那他就說過一句話 他說其實 很多號稱是團隊 其實實際上只有一個人 所以聯絡一個人 跟聯絡一個團隊是一樣的 那各大 Linux States 其實很多軟體都是這樣 然後 因為其他太悲劇了 所以 對啊 這真的還蠻能夠的 所以 Anyway就是這樣 那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點一下這一頁 那我們快速看一下 那 當然這頁裡面很多意見 其實是很多元的 所以 比方說 有人提到 欸 我在幹嘛 我看錯頁了 別耽誤 好 不是啊 又太難過了 對不對 你看到一個東西過了20年 還是長這樣 然後 當然 你只能 對啊 真的道歉 對 就是 對 只能說我睡覺睡太多了 好 那 所以就是說 像這些軟體 那其實 包含 就是各式各樣的 就是包含說一些工具層次 那 其實就是這樣 那我們來從裡面 那我們叫這個因素叫做 box factor 那簡單就是說 因為很 其實要往好的地方想 台灣這些工程師的那個 台灣這些貢獻者 他的產值其實很大 就一個人可以接很多專案 光一個PCMAN就不知道接什麼 各式各樣的專案都有 就是 上至桌面系統輸入法 然後 連線程式 然後那個什麼 GTK可以改一下 所以很多台灣的貢獻者 都是長這樣 這個樣子 那比方說 比如說像我 就可能這邊改一改 那邊就改一改 然後明天有人寫信說 你可以順便改一下我就改了 那 所以你看到這些貢獻者呢 每個人產值都很大 你相對看那些 國際的open source 發覺很有趣 他可能就專門改 改linx kernel 或是專門做GCC 那一做做20年 那我們不是阿 比方說辛庫義呢 事實上就是說 呃 就是說 比方說 很早以前 在上個世紀末就開始開發了 那 那我呢 是有需要我就加入這個團隊 然後加入團隊的時候 發現怎麼沒有人要改 就找一些人來幫忙 改一改的時候 大家就忙了 那我也忙了 可是有一天發生什麼 書法一直盪 怎麼辦 至少我們哪來改啦 然後呢 然後 過年的時候有沒有 有人告訴我說什麼 那個 那個中文書法 怎麼沒有支援右邊那個 那個keypad keypad就是那個數字鍵 我說 因為我的nobu可沒有阿 然後 當然你知道 PTE的消息量的暴動阿 說靠這什麼爛理喔 好啦 我們就去支援阿 可是我支援之後 請你可以測試嗎 他說 你寫的程式不能自己測 還叫我測 我就 就沒有阿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我這個 這個很好用的阿 對不對 那所以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你看到很多專案 其實很容易就頓持一個支柱 比方說我們真正家 那真正家 其實他很有理想 然後做很多貢獻 但是因為他今天要值班 所以他不能來 那 那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 那比方說我發生意外的話 那今天就留掉了 對啊 所以這其實是很嚴肅的 那如果真正家 如果他工作很忙的話 他可能翻譯那些就 就停頓了 那這是真正家自己的例子 他說他過去對辦公室的軟體 其實他 他不知道他在幹嘛 那可是他翻譯什麼 Liberal Office 就從那個 OpenOS分出來 Liberal Office 他翻譯什麼 竟然沒有人在翻翻體中文 沒有在維護 所以他 他怎麼辦 他只有自己去論理 他就是路見不平 對不對 拿 來填 對不對 拿土來填 拿 然後 但是他就是 因為他最近就是 他就是畢業了嘛 然後已經退伍了 那開始投入工作 今天還要值班 他非常辛苦 在醫院 非常辛苦 然後 他可以翻譯說什麼 他以前很熱血的做一些貢獻 但是 但是從他怎樣 從他 只要開始工作之後 就開始講 一直講下來 那是一個真實的例子 然後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嚴肅的議題 就是說 很多科技詞回來 其實台灣人先提出來 就是 比方說那個組合語言之類的 反正就是 大陸叫匯編了 你要知道一件事 大陸在197 不是 講說台灣在1970年 就有組合語言這個詞了 很早就有了 就是我手頭翻譯得到 最早的技術書 1970年就有了 大陸其實很慢 才有匯編這個詞 也只到8090年代才有 那 電腦這個詞很有趣 就是因為 有趣就是說 台灣人翻譯是 慣用是叫做 電腦 那對方叫計算機 但是因為怎樣 20世紀末 就是兩岸嗎 就是什麼什麼什麼 習近什麼鬼兩位不知道 習近之後就變習近了 對不對 習近平了 那 所以就是說 那個 因為台灣廠 台灣商人 台廠怎樣 對大陸影響太大了 所以本來大陸有個慣用語 結果台灣呢 用一個少數的什麼 少數的什麼 文化優勢 或是說 商業上優勢 那個 技術上優勢 去蓋過這個 所以讓大陸也叫電腦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可是現在是反過來的 然後 那 以搞到那個時代講的話 其實 1990年代 中期 大概從 大概96年就開始就有人在翻譯 Linus文件 那早期像一些真商他們做做很早 那很多人投身開發 那 其實有時候你翻到那個比較早 比方說1997年1998年到2000年 2000年以前的論壇你會發現很有趣 有時候在對岸的論壇他會說 還是談風氣好 高手會願意分享 那說 你現在打死都不相信對不對 因為現在高手忙得跟什麼鬼一樣 對不對 現在有空來的是怎樣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突然有空來跟大家分享 那絕大多數都非常忙 OK 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境界 OK 但是你要知道台灣的工程師是很多的 你要怎麼知道台灣的工程師是很多 你看那個靠北工程師就知道 對不對 可是請問每天 每天用的軟體多少人在改 多少人在開發 OK 這是 這是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跟20年相比的話 不管是自由軟體或是開放原始碼軟體 生態已經跟20年前截然不同了 以前所謂使用者跟開發者 其實沒有太大界限 比方說 比方說 我去維護了 新庫英 那其他人 我是開發者 其他人就是使用者 那我回報這個問題 比方說KeyPay沒有這種support 那 他會幫忙測試 他會幫忙寫文件 那有人會去推廣 那 有時候會送到一些 中小學的老師的來信 就蠻好的 就是說用在哪個學校 然後可能有一天怎麼 某某公司 比方說當時有IB 像新庫英的話 有一些商業公司拿來用 比方說IBN 微軟也有 超酷的 好 那 IBM Microsoft 然後Google 然後Intel 就是 還有那個 Novell 所以我知道 大概有六家公司 有在使用新庫英輸入法 但是問題是 當時的那個使用者 跟開發者分為 沒有那麼遠 比方說 比方說 像IBM來講的話 因為他希望 Linus的那個什麼 因為他做顧問諮詢 所以他會幫忙寫一些文件 讓他的客戶 Linus的那些 企業的用戶 可以使用 甚至連 上Michael很有誠意 甚至還貢獻 source code跟文件出來 那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激勵 因為對一個開發者來講 其實 其實也不在爭什麼 像我 我對 我必須誠實講 我對中文書法開發沒有那麼大的熱情 就是 但是 就是因為沒有嘛 所以 就或者不夠好 所以直接下去寫 但是 有時候就會收到動信 反正我就是 Enduser 你們開發者就在滿足的需求 為什麼 2015年沒有出信版 來 為什麼 code都是用什麼 用C++寫 你們這些 冠希寫code都看不懂 沒關係 我們有PC沒 Python看得懂嗎 然後 對 然後這時候就有人說 那個Python包很多很複雜的 抗什麼東西 IPC 好 沒關係怎麼辦 沒關係 我在台大 教大 長大 然後 政大 然後 中正 我都有開課 你可以來上我的課 我教你怎麼做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有人說 這個 下班時我有自己的規劃 沒關係我陪你寫 幹嘛 所以我們下午有個義賣 就是陪 我覺得義賣的內容 就是陪大家寫程式 好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克服困境 其實克服困境 我必須誠實說 這件事真的很困難 但是我們來想一下我們怎麼做 如果你有一天礦檔 希望在座的朋友可以來想一下 如果你有一天礦檔 你可以試著把Linus的套件系統 把它裝在你的自己電腦 那現在有虛擬機器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大家有沒有好奇說 欸 那請問Linus頭號子在沒有VMware的時候 它怎麼開發 拜託不要回答說用那個WitcherBus 你知道有時候有些同學回答很棒 欸用WitcherBus 還有WitcherPC Pyro 變鬧了 那時候Mac都還沒 Macbook還沒有出來 變鬧了 好 所以呢 當時像Linus頭號子 它只有一台電腦 它要怎麼開發作業系統 因為大家知道一件事 作業系統很多時候會盪掉 對不對 你可以在13分鐘敲出個作業系統 然後你可以編譯沒有錯 但是它可能執行的時候會失敗 不是每次都會成功的 比方說三年前有人成功 但是現在可能有人失敗 就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是 所以Linus頭號子怎麼開發 它是先開到Minus Minus系統 然後在裡面執行GCC 把Linus kernel編好 編好之後在幹嘛 然後把Linus的Image 放到Bloader可以讀到的地方 然後再重開機 所以如果中間出到錯 就是要一直這樣 反覆重開機 就是一直這樣過程 甚至有時候會傷到某些設定 比如說Flash的設定 Flash弄的設定 或BIOS的設定 那現在有虛擬機器 我希望大家可以試著做一件事 就是只要一天空檔就可以了 那如果真的不行可以告訴我 然後 你可以試著在Linus中間 執行慣用的一些操作 比方說以 比方說以我的電腦來講的話 這個是一個中間機 可能一般人不會這樣操作 知道你有選單 對 想選單 那你可以去怎樣 去看一下這裡面 怎麼運作 打開什麼樣的軟體 你可以去玩玩看 然後你玩完之後 你幹嘛呢 就是去看 比方說Help裡面 About 是哪些人在開發 哪些人在幹嘛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就是說 也許這沒有辦法改變什麼 但是 比方說你可以打開這個 來看一下什麼 看一下關於 然後比方說它有鳴謝 就感謝某些人 這是城市開發者 然後再來是文件編寫 然後翻譯 翻譯的名單就變很少了 這個翻譯很多都是理解的 然後那就是 但是 我們翻譯其實做的還 這些翻譯都還不錯 只要你有一個貢獻 哪怕是一行兩行機會都列出來 但是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去想 其實我們現在的困境 其實蠻大的 我覺得 當然你有很多理由 不能用Linus的桌面系統 但是我希望說你可以去想一下 其實有很多事 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呢 默默對這些開發者自謝 就是說 我覺得這件事很基本 基本是說 因為你會翻譯很多軟體 是比你想像中的人還少的 比方說以這個桌面系統來講的話 比方說你按右鍵 會出現什麼關語 那可能 欸你看到開發者好像很多 那第一位就PCMAN 第一位就是PCMAN 用PCMAN的Jazzle 那再來是 用PCMAN的RAID 那anyway就是說 就是看到一些開發者 就是類似這樣 然後可能有些人這樣子 那其實你看 寫程式還要自己翻譯 那其實 很多時候都在做這種事情 那你看到這樣的系統 不要小換了 LSD呢全世界有多少使用者呢 基本上12者突破什麼 300萬個單位 但是 其實它還是一個 非常艱辛的一個狀況 好 那你可以記錄你看到一些 值得改進的地方 然後開一些頁面 至少快速看過一次 如果你有一天的空檔 那你可以去想一下 我們這個環境 我們這個整個過程 遇到什麼多大問題 如果呢有兩天空檔的話呢 那你就把這些 把剛才這個簡報 然後晚點會把它貼出來 裡面有些link 你把它打開來 那裡面看看說 怎麼對繁體中文做翻譯 那試著去認理一兩個 因為有些翻譯不會太困難 好啦做一次給大家看 就是比方說呢 我們來翻譯什麼 翻譯一個叫SCIM 那 比方說呢 它會有一個繁體中文 會有一個po檔 一個message 那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還蠻 還蠻難過的 因為我本來要舉這個例子 SCIM 然後翻譯什麼 我上一次翻譯就是2005年了 對啊 那其實簡單就是說 你看到什麼訓學式的翻譯嘛 譬如說 有些東西不會太難 那因為是多國語言處理 比方說阿薩姆 你可能稍微翻譯一下 然後你不懂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論壇上去討論 基本上就把這些訊息貼出來 然後有些文件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它其實沒有太難 那 但是最棒的地方是什麼 你翻譯完之後 你很快就可以看到你翻譯過的版本 比閒事還很多樂趣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程式碼 然後進入一些流程 然後看一些你可以改進的項目 然後我以前會希望大家來送配曲 但是我覺得你有顆心 就是說這些軟體其實都很不容易 那現在有很多軟體都是由上業的單位去執行 但是其實 其實以跟繁體中文有關 或者是跟中文處理有關的 其實很有趣就是說 跟中文處理有關的 不管是印列顯示輸入輸出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極少人在做 那 那 但是這些人呢 這些熱情支撐了這個體系 其實他們的 如果可以對應到產值 就是對應到使用者跟那個產值 那很有趣 那再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說 在2006年的時候 Cost Cup有沒有有好幾個議程 我還回去找一下 可能明天再補充 總之有好幾個議程在講說 怎麼去推廣Linux 但是呢 在2009年之後 這件事就不用推廣了 在2009年之前 2008年 台灣的Linux使用者也許是幾千人 就謝天謝地 就快哭出來了 但是 從2009年之後 Linux的使用者在台灣 就破萬 而且這個萬還是成長得非常快 你說 是因為Ubuntu嗎 是因為Canonico嗎 是因為Red Hat嗎 No 全部都不是 是因為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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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Linux當然有做貢獻 但是對桌面沒有什麼貢獻 這是顯然事實 那Google做什麼事呢 Google Open了Android的Source Code Android的Source Code 只能在Ubuntu Linux上編譯 所以 於是台灣 鴻海 林發科 然後你想得到那公司加起來 OK 然後滑寶什麼鬼 你加起來 全部那些公司 加起來人數是非常驚人的 那很快就破2萬 然後破2萬之後 很快就破3萬 破3萬之後 那個懂嗎 我們 我從1997年那時候結束了 可能台灣就幾百個 然後幾百到千人 然後後來 近幾千人 然後突然就是 然後就衝下去 然後Android的要編越久 Linux的裝越多 對不對 因為一台編不完 然後裝另外一台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 我完全不想推廣 不需要推廣 所以有些人說 我去教他上那個什麼 Open Source課 是推廣 不需要推廣的懂嗎 對不對 我們現在要是怎樣 怎麼讓環境變更好 好 所以呢 前面包圍那麼多環境 然後 這是我辦公室的座位 就是 就是有一個朋友幫我拍的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辦公室的座位 我有一個很高級的椅子 對就是 然後呢 因為我們前面在辦公室環境 我覺得這不對了 就讓我剛才發現那個 麥克風怪怪的 就丟掉了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們應該做什麼事呢 不要靠背 所以 做這個椅子最棒的地方是什麼 完全不會靠背啊 對 所以 所以呢 這個 所以我們就在不靠背的環境下做事 那我覺得這件事 對我很多的啟發 所以 不管是在教書啊 寫程式啊 帶人接務上 然後呢 最後呢 再借用一下BABI的話 其實 裡面有人做更可怕的事 就是假裝一切都好了 我們必須誠實面對啊 就是為什麼希望大家做 一天兩天的空檔去做這件事 其實你會看到說 其實你會發現很荒謬的事情 就是很多東西缺的 是一塌糊塗啊 然後很多東西是真的沒有反擊中文翻譯 是沒有使用值嗎 怎麼可能 一個Editor 一個 一個Painter 一個稍微像樣的東西 怎麼可能會沒有翻譯 但是他真的沒翻譯 Leave office 對不對 這麼大的專案 怎麼可能只有一個人在翻譯 這件事發生了 而且那個人還要值班 所以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個環境其實 我們需要更多的思考 OK 好 然後呢 我們剩下30秒啊 有沒有任何問題啊 來給他提問一下 不然大家每次說我都不提問 好 太嚴肅了 好 我們就幫苗栗黃先生問一下 欸 對不起 老梗拿出來用了 沒有就是說 一定有朋友說怎麼去做 那我希望說大家 先把它當作 一回事在意它的發展 然後 如果你會寫程式去 可以是續的去學 然後呢 我們剛才講這些很多軟體 其實很多手很棒的地方是什麼 比方說我們講新庫印好了 好 那如果說我們等一下發生地震的話 新庫印就不用開發 你知道嗎 因為新庫印大部分的開發者都在這裡啊 然後如果說 什麼翻譯的啊 如果說等一下發生地震的話 那很多軟體可能就被出眠了 這不是玩笑要是真的發生 所以 反過來想是什麼 你今天這個很棒的機會 那不然這些開發者啦 然後就是跟我討論啦 其實我們可以來想一下 我們怎麼對這環境做點事 好 那以上感謝大家 好 謝謝